来宾朋友 弟兄姊妹 大家处理平安 当你眼望荧幕上这个题目 你心里面有何感受 看一群在罗马城侍奉的真基督徒 遥望两千年前我们所看见这样一件事件 发生在欧洲 可以说是基督徒 或者说教会历史 一个很可怕的历史 将近一百年的时间 Earlier Churches初期教会所面对的血跟泪 当时基督徒处在罗马正确的压迫之下 他们信主建立教会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当时耶稣基督的道传完之后 他牺牲了自己被钉挂在十字架上 成全救恩 被钉死过后 埋葬复活升天 然后就在地上建立他的教会 初期教会 初期教会是一个血泪 所写成的历史 非常艰难 困苦 当时很多犹太人 吸的耶税人 他们就受犹太人的逼迫 杀害 那些宗教祭司长文士 大祭司 都起来轰动 要把基督徒赶进撒街 其中一个很可怕的人 叫邵罗 他是个癫狂分子 是敌基督 到处杀害基督徒 有机会就抓拿 杀害 不放过一个 就在最后 在大马色路上 他被改变 耶稣救赎了他 后来成为伟大的使徒保罗 这一封信 就是他写给 当时罗马帝国的 一群基督徒 在哥林多写的 他写过后 大概三年 罗马帝国的兴起 就把以色列人 最重要的圣殿 Holy Temple 完全摧毁了 透过提多将军 那个时候 所有犹太人 就四分五裂 遍布在 全球世界各处 当时有一部分的基督徒 在罗马帝国 他们信的耶稣 受到极大的残杀 所以你想 这些基督徒 在罗马做基督徒 是很困难的 所以保罗就写了这封信 告诉我们 这封信第十六章 一直问候 问候问候 你读来好像 名字问候 名字问候 很简单 其实它的背景 不简单 里面充满 很令人感到 一种痛苦 因为很多基督徒 被杀 根据基督徒 根据基督教的历史 告诉我们 世界历史 很多基督徒 信耶稣基督 他们不要称凯撒 为主的时候 他们就遭受 逼迫 杀害 很多人逃到坟墓的 空洞里面躲避 有些抓拿了 丢进狮子战斗场 给它撕裂 用兽皮绑住 丢在阳光下 爆晒 让它被捆死 把油放在头上 让它用油的辣 把它烧死 用火把它烧死 这种死 就所谓基督徒的 剑 这样的历史 告诉我们 是很可悲的 教会就在 那个时候 诞生 产生极大的痛苦 在今天 我们回顾过去的 历史 两千年前 看一群在罗马城 侍奉的真基督徒 为什么提真基督徒呢 真基督徒 面对杀害 痛苦 可怕 不妥协 刀放在脖子上 不低头 火把放在脚下 不逃走 丢在狮子 战斗的里面 不惧怕 他们用他们生命 用他们的血 来唤起一个见证 叫做基督徒 基督徒的名字 不是轻而容易 可以讲出口的 在当时的 罗马帝国 今天我们就看保罗 怎么样写这封信的 最后一章 当他问候的时候 那些基督徒 一个一个的 心中感到很大的安慰 这一章的圣经 当保罗 送祝福给他们的时候 问安的时候 保罗心里面深深感到 这些基督徒面对太多的痛苦了 他们流尽多少的眼泪 流尽多少的血汗 保留他们的信仰 当时没有这个 他们多半用家庭聚会 用你的住家 二十个人 三十个人 五个人 八个人 家庭教会 就在罗马帝国 产生出来的 看到好多好多基督徒 就这样坚守信仰 所以今天我们读这尊圣经 请你用心去想 当时做基督徒 不是简单的 用命来唤起信仰 这种人是不是有种癫狂了吗 用你的生命来唤起信仰 到底信仰值得你死吗 这两千人来 全世界的基督徒 都面对着困难 不怕死 不怕苦 不怕难 为何 神的爱 就是真理 我们感谢上帝 请大家好 安静听 我大概用两三堂的时间 把这一章讲完 你可以看到里面所教导我们的 真基督徒 所表现 真经不怕红如火 这样的信仰 照耀了两千年的历史 到今天光芒万丈 感谢上帝 我们再次把罗马书打开来看 罗马书第十六章 我们来看 罗马书第十六章 大家很安静的心 一面听 一面祷告 用这几堂的信息 能够帮助你 建立一个坚强的信仰 一个伟大的生命 罗马书第十六章 我先念一到十六节 我对你们举见我们的姐妹 菲比 她是尖格里教会中的女之士 请你们为主接待她 赫夫圣徒的体统 她在和事上 要你们帮助 你们就帮助她 因她述来帮助许多人 也帮助了我 问白基拉 亚基拉安 他们在基督耶稣里 与我同工 也为我的命 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 不但我感谢他们 就是外邦的众教会 也感谢他们 又问他在 他们家中的教会安 问我所亲爱的 以拜尼士安 他在亚西亚是 归基督出界国子的 又问玛利亚安 他为你们多受劳苦 又问我亲属 与我一同坐牢的 坐监的 安多尼五和 尤尼亚安 他们在使徒中有名望的 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 又问我在主里面 所亲爱的 安利伯安 又问在基督里 与我同工的 儿巴奴 并我所亲爱的 四大古安 又问在基督里 经过试验的 亚比利安 问亚历 问亚历多部家里的人 安 又问我亲属 西罗天安 问拿其树家 在主里的人安 又问为主劳苦的 土飞拿士 和土富沙克斯安 问可亲爱的 为主多受劳苦的 比斯斯安 又问在主蒙 卷选的 福如和他母亲安 他的母亲 就是我的母亲 又问亚孙其土 佛勒干 黑米巴罗巴黑马 并以他们这一处的 弟兄们安 又问非罗罗 古和尤利亚 尤利亚和他姐妹 同阿末巴 并以他们这一处的 众圣徒安 你们亲嘴问安 彼此物要圣洁 基督的众教会 都问你们安 我们祷告 主我的上帝 感谢你 你创造世界 你掌管历史 人的生活 动作存留 都在伏你 我们回顾那 两千年来的历史 初期的教会 信徒 因信基督 所带来的 痛苦 残杀 至少今天 教会依然在 世界各处 用十字架 来高举 主耶稣的圣名 就是那位 拿撒乐的耶稣 主我的上帝 要感谢你 我们就保留给书信 就今天我们打开了 我们念出你的话 愿这些话 一句一句 进到我们心里面 求主 光照我们的心 接近你的仆人 当传的信息 让每一位弟兄姐妹 都领受你的恩典 以生命的道来 建立我们的信仰 感谢你 赐福 所以对我们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 得胜的名所求你 阿们 保罗不是一个随便 随心 所欲 要把文字 成为书信 传到 每一个 他所建立的教会 告诉他们 这样一种 所谓的原意 每一封书信 都是保罗的血 跟泪 所继承神 感动他的话 写成 巨巨之珠 每一句话 都充满生命的力量 每一句话 都深入了你的心里面 使我们感受 这些话 是从神来的 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 一次又一次 问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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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罗写的封信 写这封信 是当时他在哥林多 面对 这些罗马帝国的信徒 他心里面很难受 他说 我很盼望 快快到你们当中去 在那边多借国子 探访你们 但保罗在最后一次 他上述 到罗马凯撒 在罗马那边囚禁 几年的时间 最后 他就 神道 作为神道士 这封信 让我们看见 保罗的问候的背后 这些眼泪 不是 紫末能够信用的 问你们的安 让他们过去 有许多的痛苦 保罗的心意 把爱 祝福带给你们 你们平安 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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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罗问的平安 是这些基督徒 在最不平安的时候 最痛苦 最危险 最黑暗的时候 还有平安 这种平安 是真真实实的平安 十六章 有二十六个人的名字出现 有两个家庭 三个家庭教会 罗马帝国 就处在 这样一个情况中 来 逼迫 基督徒 很可怕 当时 在一百五十年当中 罗马帝国 出现了 有十位的 凯撒 凯撒是我们 罗马帝国的皇帝名称 有十位 很可怕的 罗马皇帝 必复基督教 最出名的两个 我先讲了 在保罗的时代 其有个叫 尼罗王 尼罗 尼罗王 必复教会 残杀教会 是出名的 另外一位 是使徒耶汉 丢在巴摩岛 那个时候 那个皇帝叫 多米田皇帝 所以当时 出席教会 是这样 艰辛被 建立起来 没有因为 别人杀害 而关门大击 依然 持着 上帝 感动 他们继续 勇往自跑 感谢上帝 求上帝 帮助给我们 看见 这封书信里面 宝贵的教训 保罗一开始 就告诉我们 他的侍奉 给予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指示 保罗说 我对你们 举荐我们姐妹 菲比 她是在 监格里教会中的 女指示 我们先来看 这位姐妹在哪里 这姐妹在 哥林多 按照历史告诉我们 她准备要去 罗马 保罗就写了 罗马 说这封信 要准备 请这姐妹 把她带到罗马去 告诉他们 这个姐妹 到你们当中 你要怎么样 帮助 接纳 这个姐妹 这是一个 侍奉 很重要的 一个学习功课 我们来看 菲比 这个 这个姐妹 是教会的 好知识 菲比 有些人 姐妹用这名称 这菲比 是当时 他们很多姐妹 通用的名字 大家喜欢 她叫 Mary一样 好 我们来看 这背景 这个姐妹 保罗 怎么样讲 保罗 开始告诉我们 我对你们 举荐 recommend 举荐 是很重要的 你凭什么 举荐 这个人来做工 举荐 表示 我 担保 这个人 用我的名字 我签了名 让你看到 这封信 是我 recommend 它的 一个人的身份 有多高 他举荐的 分量就有多重 对不对 一个达度举荐的 单身举荐的 一个部长举荐的话 那个信 就有很足够的 分量 保罗 怕 这一些 教会的 弟兄姊妹 不能接纳 一个女 执事在他们当中 到底这个人 是谁 凭什么接受她 那就是保罗 写这封信 给我们看见 保罗说 我们的姐妹 表示大家都认识她 给我们了解 明白 我们先来看第一点 她是一位 好女之士 当时 姐妹出来 教会 事工 担任 知识 是不简单的 今天知识 就是我们的 Dicken Minister 教会中 做知识 她要付代价 一个姐妹 做知识 很不简单 如果她有家庭的话 有儿女 有丈夫 要照顾 她怎么分身 来到教会 来帮忙 事奉呢 这第一件事情 这个 做女之士 不容易 保罗说 她是我们的姐妹 看到吗 保罗说 是我们的姐妹 保罗 在当时跟她一起 同工事奉 在哥林多 见证了 第三 告诉我们 她是一个知识 表示 哥林多 的教会 做知识 不简单 对不对 哥林多 教会 排挤女性的 不容易 保罗也说 那些做姐妹的 不要随便 讲道 做头 爱出风头 所以很多姐妹 都不大敢出来 做什么事奉 都躲在家里 或者在丈夫的后面 帮忙做协助的工作 所以当时她能够 冒出头 做女之士 是非常不简单的 她很有生命的威望 下来保罗说 我用自己来举荐 用名义做担保 那各位弟兄姐妹 这就是让我们看见 这个姐妹 是个好见证 才能够被保罗 举荐 保罗不随便 举荐人 他举荐过 那个希拉 举荐过 那个提摩泰 这里举这个女之士 在罗马帝国 一个女 姐妹 在那边 事奉不简单 那这里 我要跟大家讲解 让大家可以明白 保罗为什么 举荐这个女之士呢 圣经给我们看见 这个女之士 是有很特别的身份 难能可贵 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一直保罗很珍惜 好的同工 保罗很珍惜人才 你要去罗马那边 请你把这封信带去 也去那边 请教会对我们 接纳你 帮助你 跟你同心配搭 事奉 这是很难得 感谢主 举荐 因为她是一个好知识 各位弟兄姐妹 我相信我们都有 很多人际关系的 社交朋友 你会问朋友 这个人怎么样 妈妈的 那个人怎么样 不错 国国人 衰衰 为什么你会有这样 比较呢 我想给你们讲解一点 你的行为 就是你的推荐性 懂吗 你的行为 就是你的推荐性 这个人怎么样 不好 那个人很好 你平时的表现如何 人家看着眼里 要不要推荐 人家会讲出去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都有这个经验 对不对 这些人你不要请 这些人你不要跟他在一起 这是好朋友 你要跟他在一起 保罗亲眼看见 这个姐妹是好姐妹 好 怎么好发 我们来看看 接下来 第二件 请你们为主接待他 初期教会有一贯性的教导 凡是宣教师传到人 到哪里传福音 都请教会的人 接待他们 为什么接待他们 因为他们需要人接待 帮助他们 所以 在就业也是一样 你记得 《猎王记下》第四章吗 在苏念的那个妇人 接待伊丽莎 有吗 伊丽莎 来来往往 做上帝的工作 她说 这个神人圣洁 常常来来往 没有落脚之地 我们家这么大间 在楼上盖一个房子 给她吧 放座灯 放油灯 放床给她 让他们歇息 给饭她吃 帮助她 所以 为主接待她 为什么 因为她是为主做工的人 很重要 他们没有事情 就是奉献自己 在事工上为主做工的 你们要为主接待她 就是这个意思 感谢主 这是很好的教导 来帮助我们 去认识 我们看的 一汉三书也告诉我们 该有接待的宣教师 有没有 也照样有 我们的律师 很快看两处圣经 我们看 《使徒行传》第十八章 你这里把这个 你看那只接待的工作 《使徒行传》第十八章 十八章 当时雅吉拉 百基拉 施奉 还有一个叫 雅波罗 你看他们 早期就有这样的 接待的事工了 《使徒行传》第十八章 二十四节开始 《使徒行传》 十八章二十四节开始 给他讲解更详细 他想要往亚盖亚去 弟兄们就劝勉他 并写信请门徒接待他到了哪里 多帮助那些蒙恩信主的人 众人在面前既有能力 拨打犹太人 引圣经证明耶稣基督是主 他要到亚盖亚去存平 他们就写信请你接待这个弟兄 他们有这样接待 还有看一看一看一汉三书 再看到一些圣经 后面后面 一汉三书 他们出其教会很习惯 接待那些所谓的传道人先教士 真正侍奉神的人 一汉三书 从第五节开始 亲爱的弟兄啊 凡你向作克里治弟兄所行的 都是忠心的 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 你若配得过神 帮助那前往往前行 这就是好的 因他们是为主的名 出外就做福音工作了 对外邦人一无所取 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 叫我们以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 看到吗 这就是爱心 所以弟兄怎么接待传道人 接待宣教士 帮助他们 是当时一贯 所谓基督徒的一个好见证 所以保罗写这封信 告诉罗马的教会 这非比我举荐给你们 到罗马帝国的时候 他没有亲人 不认识人 你们看了我的信 要接待他 我用我的名字来做担保 感谢主 接待主 接待他们 欢迎他 帮助他 供应他 我也是 你接待的姐妹 你要欢迎他进来 你要帮助他 你要供应他的需要 因为他们没有什么钱在身上 他们到处传道 到处做步道的工作 好 第二点我们来看看 这里保罗说 要克服圣徒的体统 什么叫克服圣徒的体统 第一 照着基督徒的生活方式来帮助他 不要造非基督徒的 表示用基督徒那种爱心的生活方式来帮助这个人 明白吗 第二 因为古时候 这些人到处传福音 第一他们没有经济能力 第二如果住酒店很贵 对不对 第三 很多酒店都不到 他们当然没有酒店的酒 他们的客房客店都没有这么方便 因为很多当时的社会 都有很多不好的那些风气 特别女人卖人的地方 所以不要让这些人住在那地方 免得麻烦 明白吗 第四 告诉他们 你们用爱心来供应他吃跟住 让这些宣教士传道人 得到你们的照应 克服圣徒的体统 就是这个意思 好 下来保罗再说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姐妹 他述来帮助许多人 常常帮助许多人 不简单 当时做个女执事 常常在教会事奉 不是一次 出来帮助许多人 也帮助过我 你帮助过人吗 做执事本来是帮助人的 对不对 帮助教会事工 帮助这个帮助那个 弟兄 我告诉你 帮助别人是个祝福 请你听这句话 助人为快乐之本 助人为祝福之本 但你常常学习帮助别人 施比受更为有福 你的生命就不一样 这姐妹就这样继续做 她就奉献她的生命 奉献她的时间 奉献她的金钱 做神的工作 帮助人是个恩赐 你知道吗 弟兄姐妹 你去帮助人 是个恩赐的 Gift of God 保罗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我们再看好不好 看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 读圣经要用心去读 帮助人是个恩赐 我有什么恩赐 领唱恩赐 讲道恩赐 你连帮助人都是恩赐来的 你看圣经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 来看 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 二十七节开始 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 二十七节 你们就是基督的生子 并且各自做肢体 神在教会所势力的 第一是使徒 第二是先知 第三是教师 其次是行义人的 再次得恩赐的 医病的 还有什么 帮助人的 是恩赐吗 是不是 你知道你没有恩赐 你帮助人是恩赐的 阿们 好我们看 这个姊妹 素来帮助许多人 帮助一个人不难 对不对 帮助许多人就难上加难 常常帮助许多人 更是难上加难 对不对 真的不简单 保罗说 他也帮助过我 你被人帮助过吗 你心里有什么感受 很舒服 你同样去帮助别人 你更舒服 你学习去爱人 你心里很喜乐的 你学习去帮助人 你很喜乐 问候别人 帮助别人 这都是一种的祝福 阿们 好了 我们来看五点 一个帮助人 有什么条件 第一 有能力 才能帮助别人 对不对 你没有 我自己都不能 做什么 我能帮助别人吗 他有能力 他就能够去帮助别人了 第二 他肯 才能帮助别人 有些人有能力 不肯 你就不能帮助别人了 是不是 第三 他有爱人的心 就能帮助别人了 第四 他有受教的心 就能帮助别人 圣经真理的教导 他听了 明白吗 他去行 就能帮助别人了 第五 他有圣灵的感动 圣灵感动我去看这个姐妹 圣灵感动我去帮助她 圣灵感动我 这五大点 你就能帮助别人 有能力 可以帮助别人 肯 你可以帮助别人 有爱心 你可以帮助别人 有受教的心 你可以帮助别人 有圣灵感动 你就可以帮助别人 好像这个姐妹一样 素来 帮助许多人 各位弟兄者妹 有些人用他们的生命 去帮助别人 有些人用他们的能力 去帮助别人 有些人用他们的金钱 去帮助别人 有些人用他们的地位 去帮助别人 有些人用他的一些 所谓关系去帮助别人 你用什么方式帮助别人 你想想 当别人需要你帮助的时候 不要吝啬 这是圣经真理的教导 保罗说 我要举荐这个姐妹 无可厚非的 我们从这四大方面 就看到 这个女子是被保罗举荐 在他们当中 这样来做神的工作 这样帮助她 圣经给我们看见的 丰富的恩典 给我们学习功课 这里圣经告诉我们 要你们帮助 你们就帮助她 她有什么需要帮助 我相信 一个常常帮助别人的人 她有个自知之明的心 她尽可能 不太想去打扰别人 没有必要 尽可能不要找人帮助的 一个常常去帮助别人的人 她知道 她有这种自知之明的心 她尽可能 不太想去打扰别人 尽可能 不要使别人带来麻烦 要人帮助 为什么 她自己已经 我帮了这么多人 我知道吗 除了很需要 保罗的时候 她需要的时候 你就帮助她吧 因为 她出来帮了太多人 也帮了我 有这样的姐妹 难得 如果教会有更多这样的姐妹 我相信 教会带来更大的兴旺 很多人需要我们的帮助 怎么帮助 要有智慧的帮助 不是24小时都帮助 anytime不可以的 有时间 按照我们的量力 去分配工作 去平衡我们的家庭 事业 分心生活 这样你的帮助 就有个智慧 可以找到重点 使人得到好处 好 下来我们看 保罗就告诉我们了 问雅基拉 百基拉安 他们在基督耶稣里 与我同工的 也为我的生命将自己的景象 置之度外 为了感谢他们 外邦众生都也感谢他 这里举荐了这对夫妻 这对夫妻是一个很特别的夫妻 当时在哥林多 就跟保罗一起同工 侍奉 这对夫妻在基督里面同工 有非常好的见证 他为了保罗的生命 他可以为保罗 可以把井都斩掉都可以 这种朋友难得 不但如此 感谢他 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 你看他见证多美 不但他在哥林多的教会 帮助了哥林多信徒 在哥林多以外的教会 众教会的需要 他都帮助 你要见证 是这么奇妙 好 我们就来看看 亚基拉 白基拉 是一个很好的宣教士 你知道当时他们 离开罗马 到哥林多去 后来保罗意见他们 就跟他们一起配搭侍奉 他们面对什么困难 你先来看 《使徒行传》第十八章 《使徒行传》第十八章 我们看看他的背景 你知道 《使徒行传》第十八章 第一节开始 《使徒行传》第十八章 第一节开始 这次以后保罗离了雅典 来到哥林多 遇见一个犹太人 名叫亚基拉 当然包括太太 身在本都 因为哥老丢 命犹太人 都离开罗马 新近代的妻子白基拉 从意大利来 保罗就投奔了他们的账本 好 这背景你知道 是谁掌权 主后四十九年 那个大西里的 叫做哥老丢 他下令要把在罗马城的所有犹太人 全部赶出去 因为当时他们闹事 因为好些犹太人 彼此逼迫的时候 产生了困乱 所以他就把罗马这些犹太人 所以他就把罗马这些犹太人赶出罗马帝国 所以包括亚基拉 白基拉 所以他们就被赶出去 他们就来到哥林多的地方 保罗就遇见他们了 后来五十四年以后 哥老丢死了 他们这个命令就撤了以后 他们又开始 那些犹太人重回到罗马那边生活 在那边继续侍奉 做神的工作 这就是他的背景 好 我们来看 这对夫妇 保罗就提到 我要问他们 亚基拉 白基拉 安 这对夫妻是很得利的助手 很难得 我想透过他们的见证 让我们可以大大得到激励 侍奉神 荣耀神 而交友更多夫妻同心侍奉神 是一个很美的见证 我们去看第一点 他们当年被逼离开罗马 才刚才讲了 来到哥林多 哥林多是个大城市 做生意各方面 都是相当有很好的 投资的机会 他们就来到 这个哥林多这个地方 好 第二点我们看 丈夫带着妻子出外做宣教 保罗离开雅典的时候 就来到哥林多 在那边做福音的工作 神就预备了这对夫妻 他们在当中 一起来佩大侍奉 保罗就投奔他们 投奔是什么 就让保罗参进他们的公司 参进他们的生意团里面 一起配搭来做制造本的工作 好 我这里要提一提 我们看见这个雅基拉 带着妻子从意大利来 一起投奔了 一起到那地方去 做宣教的工作 当时教会常有这种事奉 今天你记得 初期教会常有这种事奉 丈夫带着妻子一同往外 去做宣教的工作 今天好多宣教师也是这样 甚至有提到 你来看好不好 看哥林多前书第九章 哥林多前书第九章 哥林多前书第四第五节 保罗说 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 难道我们没有权柄 娶信主的姐妹为妻 带着一同来往 仿佛妻的使徒和主的弟兄 并基法一样吗 你看到吗 当时彼得他们 接受都带了妻子 往外传飞来往 侍奉神 保罗说我也有这个资格 所以有人就问 到底保罗有没有妻子 我可以娶信主的妻子吗 有些人说 可能保罗妻子已死了 这还是孤身一人 可能他还没有继续再结婚 不知道 但无论怎么样 当时就有这一种的 宣教的模式 来告诉我们 所以这就是让我们看见 雅基拉带着妻子 往外传飞 做宣教工作 是非常好的一个见证 感谢主 如果有家庭儿女的话 就不简单 全世界各处的宣教工作 他们有着家庭 把孩子送到国际学校去 他们夫妻 出外做宣教的工作 跨越文化 可能一两年才回到去 看他们的孩子 好多宣教师都是这样 第三我们来看 出外步道 靠着制造帐篷为业 但是他们夫妻 就有这种的手艺 保罗就投奔他们 所以保罗也是制造帐篷的 叫Tenny Girl 好了 在保罗的那个 《使徒行传》第十八章 第三节就告诉我们 当时制造帐篷 就是用皮割的售卖 好 制造帐篷 当时大量制造帐篷 是卖给什么人 卖给罗马帝国的政府 罗马帝国的政府 他们很需要很大量的皮割 什么皮 羊皮 牛皮 哪来做什么 哪来第一 那兵士出去打仗的时候 在外面 他们需要露营的时候 制造那个Ten 你知道吗 那帐篷 就用那个羊皮牛皮做的 第二 他们常常出海 坐那个船 需要那个帆布 他们就用皮纸 做得比较耐用 所以因此罗马帝国很大量需要制造这些东西 所以有些历史说 这对夫妻他们做的生意很大 赚很多钱 也很会做 所以保罗就投奔他们 一起来做 所以他们丰富的入息 他们可以自贡自养 这就是我们看见亚基拉 白基拉的背景 好 第四我们看 他们与保罗宣教一起做工的 加入这个队伍之后 我们保罗有其他同工 亚基拉 白基拉等等 还有就是提多 还有提摩太等等 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们的侍奉 是一起同工的 配搭侍奉 非常难得 这就是从初期教会 让我们看见 这些宣教队伍 他们不单自己靠着双手赚起钱财 供养自己需要 我们出钱出力 把神的工作做好 感谢上帝 保罗的侍奉当中 他身边有很多很好的同工 跟他一起配搭 把他们的侍奉 开展得做得更大更好 感谢主 这是亚基拉白基拉背景 好 第五我们来看看 他们讲道神学知识非常强 刚才我已经念了那段圣经 使徒行传第十八章 那个亚波罗很会讲道 很有能力讲道 心里火热 但他只讲 施洗遗憾的洗礼不够 当亚基拉白基拉听到他讲的不够 他神学不够完整 他就请他来这分钟 把真理讲得更详细 圣经讲道 我们看见亚波罗很谦卑 听到保罗讲以后 他领受很多 他要往雅各亚去 他们就写信 举荐到那边去的时候 他们就在做福音工作 带领更多人信主 兼顾更多人 拨打更多犹太人 我们看他们的夫妻的神学 教育非常强 这是我们所看见的 这宣教师不是不学无术的 他们在神学也学了 上了课 明白真理 才去做宣教的 这是一个事实 所以让我们看见 他们这样做 帮助了许多人 在圣经的真理上 得到建立他们的信仰 第六我们看 他们在基督与保罗同工 圣经告诉我们 在基督耶稣里 与我同工 很重要 表示他不是以什么机构 不是什么组织 他们就是奉主里面 主里面与他同工 这是很关键 各位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教会的侍奉也是一样 如果你在基督里面 跟弟兄姐妹一起侍奉的话 就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就不会分彼此闹纷争 你爱主我爱主 你奉献给主 我也奉献给主 这是一个很关键事奉 让我们可以看见 他们可以结合在一起 这是事奉 所以这里有四大点 第一 他们是真信主的 第二是真信爱主的 第三是愿意传非的 第四是肯为福音受苦的 在基督里面的服事 很难得 再还有两点更重要的 他们不怕危险 跟保罗一起同工 这里保罗说 在基督耶稣里我同工 也为我的命 将自己的景象 置之度外 他们随时会被砍头 随时遭受危险 你敢跟他一起吃风吗 这就是好同工 保罗是一个危险人物 常常被人逼迫 被人追杀 有没有 你跟他在一起 迟早你会死 照样 我们看见 雅基拉伯也不怕 这就是难得同工 所以我们从这里看见 他们夜夜跟保罗一起 在危险 共患难 同荣耀 很难得的同工 很多人有点困难就走掉了 怕 不要惹事 Praise it 免得我遭害 自己保护自己 他们不是这样 保罗亲生告诉我们 为了我的命 把头可以各自度外 砍掉头都无所谓 下来看 白基拉 雅基拉 他们的见证多好 第八 他们也帮助很多外邦的教会 第十六章 第四节 你看 这告诉我们 不但我感谢他们 就是外邦的宗教会也感谢他们 你看到吗 一定有经济能力嘛 对不对 我刚才说的 可能生意做得很大很好 他们有经济能力 他们就把钱 带给那些外邦的教会 感谢主 当时的教会有两种 一种是犹太人信主的教会 犹太人归入主耶稣的教会 第二种是外邦人信主的教会 两种 外邦人跟犹太人常常各个步入的 他们有问题出现的 他们不能够在一起的 因此 他们就分开了 好像早期北美族很多的教会 有些从韩国去的 从新加坡去的 马来西亚去的 香港去的 台湾去的 他们都分了 香港在一班 台湾 台湾 他们不能融洽 台湾人就那边分开 台湾人的教会 香港 香港人的教会 分开出来 而且很多欧洲的教会 温州教会 跟其他教会不能够分开来 当时他们就面对问题 外邦人就会怎么办 没有人帮忙 所以你看 外邦的宗教会 不是一个人 他们需要帮助 我们就看见 亚基拉 白基拉 帮助他们 很难得 我看到这对夫妻 真的是出钱出力 做宣教的工作 感谢主 最后 我们看看 他们是用自己的家 成为教会 我要讲了 初期很多的教会 都是用住家做教会 他们没有church building church building 在主后第四到第五世纪 才有的 君寺堂丁 谢了耶稣基督 之后 那个时候才开始准备建教堂 四个世纪没有教堂 no church building but have church 他们自己把自己的家 拿出来用 好不好 做教堂 聚会 我告诉你 自己的家拿来 做教会很危险 你知道吗 当时罗马帝国 常常对教会不客气 对不对 好像今天中国 对教会不客气一样 你用住家 兵来的话 你就麻烦 你整个家被他封锁 你危险就来到 但不怕 不然信了耶稣 让我的家来做礼拜 你看到吗 他们准备牺牲了 你看圣经 第五节 又问他家中的教会 你看到吗 谁的家 又问他家中的教会 家中的教会就是用途 对不对 听懂吗 他家中的教会 就是有一班基督徒 用他的家来做礼拜 问他们的安 那感谢上帝 弟用证明 我们看到 这是一个很美的见证 从菲比看到他的生命见证 从亚基拉 白基拉 看到他们的见证 非常好 我们再多两个里面讲 我们连保罗亲属性的耶稣 也跟保罗一起坐牢 很不简单 自己亲人 看着保罗受苦 跟他一起受苦 一起被抓 吓到监牢里面去 他们都干厌 所以今天我们打开这两点 看到 看一群 罗马臣 侍奉了真基督徒 真不真啊他们 不真啊 假假的 连生命都不要还会假吗 连钱都这么多拿出去 还有假吗 连把家里做礼拜 还是假吗 不假 所以我用真基督徒 阿们 求上帝帮助我们 还有两堂 我们再继续看下去 到最后 保罗说 末世的时代 这些教会还是 坚固不动摇 直到主再来 我们站起来祷告 求主帮助我们 看到罗马 帝国大半的教会 弟兄姊妹 很不容易 我相信今天你得到帮助 肥比这个姐妹 这样好的姐妹 输来帮助许多的人 不吃劳苦 我们看见亚基拉 百基拉 这样的奉献 做宣教 教会 盼有更多人 醒醒起来 阿们 还有两堂 更精精彩 我们看见 神的预备 为教会祷告 他说 我爱主 你更爱主 我蒙福 你更蒙福 请记得 侍奉神 是一个蒙福的人生 帮助人 是种祝福 阿们 请听清楚 你乐意帮助人 是种祝福来的 神会纪念你的 倒一杯水 一个小纸喝 就坐在我的身上 有没有 有没有 一杯水罢了 一个cocacola 更多 对不对 感谢主 我们教会就这样蒙恩 阿们 今天教会 大大会兴旺起来 隔壁我们就快用的了 有两间大宗 终于为其发展 是更多的蒙恩 教会要有爱 阿们 有真理 有真光 有真神 这教会不是搞politics 是搞神的道 传出去 招呼许多人 是更多人蒙恩得福 我们来祷告 感谢我的上帝 不能暂时声音停止 求圣灵继续动功 我们实实在在看见 保罗所举着的非比 亚基拉 百基拉 就是这样 真基督徒 真心 真意 爱上帝 爱教会 主啊 求你把这样的爱 赐给我们 让教会有真心 爱主的人 更多人被父亲起来 让主的非比 高举的荣耀 让光被照耀出去 使黑暗的社会 变成光的社会 使痛苦的社会 变成一个喜乐 人生改变的社会 谢谢你 祝福我们每一个 都用爱 去复视别人 用心 去帮助别人 让教会 成全你的心意 知道主再来 奉耶稣基督 得胜的名所求你 阿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启点赞 订阅 启点赞 订阅 启点赞 订阅